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tud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 也是一样智慧型的一种织木 它是由六块不同形状的这个 这个木头 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以后 它缓缓相扣 扣住以后 你如果没有技巧的话 你不知道要拧的话 没办法拆开 今天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形状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这边有一块 这边有一块 这边有一块 然后这里也有一块 它这一块是连在一起 一直连,连到这里 然后 这边一直连,连到上面 上面这一块也是一样 它从这里连 一直连 连到下面 一块 它上面有一块 还有上面有一块 它这个也是 也是使用一种抑制游戏 所以我们 试着去拆解 它 当然 你要懂得一点要领的话 它有办法解开 不然你这个 一个实体 你要解开 除非你把它破坏 不然根本拆不开 打不开的 那这个 这个里面的构造 到底是怎么样回事 那怎么样拆解 我们先给各位 各位朋友 先想一想看 然后 我们会在 未来的几集里面 我们再 将这个答案公布 那这一段期间 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种 看起来非常复杂的 这种积木 怎么样来把它解开 这个市面上 如果有 应该也有人在卖 如果有 有看过的话 有解开的话 当然是 算你 说 都 有见闻啦 有看过 那当然你如果说 没有 没有看过的话 这个就是 变成一种 知识啦 都看多写 对 对 在这个 这个 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 有要 所要事的 有 像破绝 各式各样的 一个 魔术的 这其实都是 你要看过才懂 没有看过的话 你都不懂 好 我们今天 这个就是 先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下一集 未来几集 我们会 再公开 这个 怎么样破解 这种 智慧型的积木 那 我们今天是 将这个 积木 解开 给各位 参考 这是 很有益智 游戏的 一种 智慧型的积木 好 我们今天视频 就 做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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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 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这种所谓 教学香肠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 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